我认识 谢谢真的 我小学是一直都是那种 可以领奖学金的那种好学生 真的吗 当然 到了中学开始就喜欢踢球 喜欢玩 然后功课落下了 就虽然成绩那会就落下 但是班主任还是很疼爱我 讲很好看吗 我中学的时候个很小很矮 嗯 然后就班主任就喜欢让我坐前面 嗯 啊你小时候很小很矮啊 嗯 个很小 就中学的时候应该顶多就一米六几吧 嗯 那那时候追得到女生吗 不用追啊 哈哈哈哈 一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一米六耶 天哪 一米六耶 一米六几 OK 一米六几 一米六九也是一米六吧 对吧 就十七八岁才开始长歌 哈哈哈哈 之前都是一直很矮 哈哈哈哈 那节目结束了你就回成都吧 对积了很多事情公司 嗯 我节目结束我可能失业了 哈哈哈哈 天天不回答 这个人回短信回得很慢 哈哈 哎 哎 神不神奇这个笑语 嗯 就像一个黑洞 嗯 就像一个黑洞 嗯 就像一个黑洞 为什么 就会把你吃进去 嗯 所以每天一天的副 我就越来越强烈的感觉 一直在盗手 嗯 嗯 嗯 就是想赶紧 赶紧回到现实 然后又 有点害怕回到现实 我害怕他连接不上 瑞燕 哎 我连接不上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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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也不知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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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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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段完美的爱情里面 酸甜苦辣的比例 最好是多少 甜是九十九 这么甜的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 最后你能回忆起来的 这都是美好的 那得全甜 全糖是吧 全糖百百 不愧是大甜甜的 想象中那都完美的 如果自己的想象都不能拉满 那得多苦 但你想一想 燕琳说了一句金句呢之前 说你没有酸甜苦 哪来衬托的那粪甜 那我不管 还没当内部呢 景甜必须甜 其实老子最很早很早 就说过一句话 美之为美思恶矣 善之为善思不善矣 就是你没有黑拿来的白 没有苦拿来的甜 只有只有甜美 你根本就尝不出来了 而且如果这件事情 它不是丰富的 还不会美好 我本来那个苦和酸的比例 还高一点 我现在觉得要均分一下 是这样子 四十的辣 四十的甜 十的苦 十的酸 这个配方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配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辣在我眼里 它是激情的意思 两个人相处舒适的部分 这个就叫甜 苦当然是争吵之类的东西 虽然我觉得是嫉妒和危机感 因为我觉得嫉妒心和危机感 是督促你一直让自己 进步的一个动力 幼儿言识的 就是幼儿言识的 天呐 你们 我跟你讲 你们这些答案说完了 感觉我那个准备来开玩笑的 那你要修正一下吗 不 甜到底 放肆甜到底 我挺喜欢有一句话 拿来形容爱情 就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至 就是别人觉得的苦 酸辣辣的 可能搁在你身上 就是另外的一种味道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公寓里面的 这些男生女生也都一样 还真的不敢想象 结果会比较收大家的感觉 结束了 到底两个人应该怎么办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到 这个年纪了吧 就是如果真的要确定一段感情 还是要好好就是 就是想好这个人究竟合不合适 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 草率的谈一场 然后可能两三个月 几个月以后就 大家就分开了 然后也没有给彼此 在你人生的轨迹当中 其实又下的东西很少 就那种感觉还蛮难受 我觉得它其实 就是一段感情 我觉得都是 让人进步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改变一些人的 对啊 小屁啊 他就会说对啊 你说的都对 对 好 干嘛 没有很主导 哈 今天这些 没有很主导啊 这个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也是想说 如果真的要找对象 那我现在就是想找一个 首先可以谈的旧一些的忙 希望对我那个 精神的领域漫书 大家不要再度 北方的过路人 可以携手一起 到了那种感觉 你没想过万一 什么 你没想过万一就是 我变成你的过路人了 怎么办